风雨灵修笔记 从夏威夷特会聊厦门使命在若歌 作者风雨写于2015年3月12日 今天是国父纪念日 也是植树节 大概已经没什么人记得了 然而有一群人即将前往孙中山 当年去过的教会 细说中华民国建国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教会简介 李亚丁牧师于2011年 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会 是夏威夷列岛上最早的华人教会 创建于1879年 一经已有132年的历史 19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批客家人从广东宜居夏威夷 种植甘蔗开始糖厂 其中有些人成为基督徒 1879年6月 他们成立了执事会 在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 King卡拉卡瓦的特许下 在福特街 Ford Street 构地建堂 两年后 俊宫 命名为中华基督教会 即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会的前身 这是夏威夷华人所拥有的第一座教堂 昨晚跟外子去祷告会 十点多结束时 遇到今天凌晨四点 即将前往夏威夷 布置风雨彩虹 即马里逊挂图的弟兄 我一直催促着说 快回家睡觉吧 他却回答我 他行李都还没整理 看着他还在为着教会的退学会忙碌着 回家路上 想起真情部落格的专访林志平教授的 傻瓜仪式 想起当年也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傻瓜 全心全人投入 创办了宇宙光 那是一个在我还没接触过福音 十几二十岁时 就很熟悉的一个机构 这两年来 当我开始从投入百分之一的时间 到目前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在伯特利中心 也开始认识了越来越多 像林教授一样的傻瓜 他们都是白昼不休息 夜里也不打盹 神国的一群精兵 这些人心系神国 把信仰跟生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价值观 及生活优先序 跟一般人背道而驰的一群人 可以从六点的晨到 忙到晚上十二点多的 晚到结束 他们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时 可以用 可以说是为主癫狂了 近日 京一位从陈岛认识住在 洛哥附近的姐妹 得知 一个神学院的图书馆 有一堆气质一旁的中文藏书 因此特地前往探视 才知道这个图书馆 藏有Armor Mission 珍贵的史料 经查考 原来Armor就是厦门的台语发音 厦门是非常靠近台湾隔海 大陆的一个城市 家母的一个妹妹 就曾经在1949年 因前往旅游 从此跟家人 中断了近50年的讯息 后来因另一个 嫁给美籍白人的阿姨 让众多姐妹 得以在台湾重逢 洛哥大学旁的 神学院图书馆 我们绕了一大圈 来到美国 可曾想过 一两百年前 曾经有一群美国人 为了福音 来到先祖的所在地 厦门 一两百年后 福建人的后代 却在住家附近 弱哥 这是何等奇妙的感觉 研究历史最迷人之处 正是可以大开眼界 原本以为历史是枯燥乏味的 怎知它却不断地 带我进入不同的领域 扩张我的境界 生活不再是那么一成不变 分享厦门使命团网站连结 咸丰年间 由圣经经简出来的 文言文三字经 经文分享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词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西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到十六节